随着德国MI-262战斗机的上天 人类飞机正式进入喷气式时代 从最早的窝喷发动机到窝扇发动机 再到冲压发动机超燃发动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喷气式发动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也到了瓶颈期 如果人类想更进一步 就需要另辟蹊径 研发新式航空发动机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脉冲暴震发动机出现了 和喷气式发动机不同 脉冲暴震发动机的原理并不复杂 它的核心就是暴震现象 而暴震现象在汽车发动机中也比较常见 只不过在汽车领域 暴震会损坏汽车发动机 而在航空航天领域 暴震却是求之不得 和正常燃烧不同 暴震产生的脉冲波 每秒能达到几千公里时速 而且因为能量释放更加突然快速 所以脉冲暴震发动机的推重比 也比普通涡扇发动机高出1.5倍 载荷高出至少20% 核涡扇发动机需要进气涡扇 加力燃烧式 燃油喷射系统不同 脉冲暴震发动机 只需要类似气缸的结构即可 最典型的脉冲暴震发动机 外观很像转轮手枪 每根管的长度为两米 但直径却只有几十公分 这么做就是为了产生暴震现象 然后脉冲波从后端喷出 反作用力推动飞机前进 也是因为结构简单 所以使用同等体积燃料下 搭载脉冲暴震发动机飞机 航程比不搭载的多一倍 这就为实现不加油洲际飞行提供了可能 按照科学家的设想 未来搭载脉冲暴震发动机的飞机 起飞不久就能加速到10马赫 环球飞行也无需空中加油 甚至有专家声称 未来空天飞机搭载脉冲暴震发动机 就可以从地面起飞直飞外太空 当然这种说法还需要考证 第一就是噪音问题 脉冲暴震发动机使用噪音太大 一旦开启 就仿佛有人在你耳朵边放边炮 装在导弹上还行 毕竟是无人设备 但如果装在民航客机上 恐怕乘客都得失聪益会才行 第二暴震无法控制 了解暴震现象的人都清楚 暴震本身就不可控 所以一旦脉冲暴震发动机工作 它大概率会一直暴下去 直到燃料消耗殆尽 对于飞机来说 如果真是如此 那飞机就会越飞越快 最后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般不受控制 这样飞行员会身处危险之中 第三 航空燃料的混合和喷射 相比汽车燃料的单一 航空燃料有复杂的成分和配比 如果想正常使用爆燃技术 就必须装配一个喷油嘴 将航空燃油打成油雾状 这就需要极其高超的制造工艺才能完成 实际上 除了上述三点外 脉冲暴震发动机 还有许多技术难关等待功课 不过一旦这些难关都被攻克 那脉冲暴震发动机登堂入室 也就不远了